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鸟界的基建狂魔 它们便是拟下鸟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所建造的鸟巢十分庞大 高高悬在树上总有种随时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为此小编着实捏了把汗 不过不用担心 它们的鸟巢是用树枝羽毛杂草和棉花建造起来的 固定在树最粗的枝亚间相当坚固 据说这个鸟巢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鸟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鸟巢 长约六米 宽四米 高度也有两米 鸟巢密密麻麻分布了大大小小的孔洞 足有一百多个 这些洞便是鸟儿的单元房了 整个鸟巢总共可以容纳五百只鸟儿同时居住 冬暖夏凉 不怕风吹 不怕日晒 不过现在这个鸟巢已经不在了 罪魁祸首是一滴悬挂在树枝上的水滴 经过太阳折射后 聚光引燃了鸟巢 最终这五百多只鸟儿失去了生活一百多年的家园 有人说这滴水是BBC为了提高收视率而故意弄的 想想也不是没可能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